孫小蝶 请问你认识孙小蝶吗 不认识就是不认识 怎么着 老太太 你要是这么不跟我 好好说话的话 我就让这几个人 把你的房子给烧了 你信不信 那我好好问你 孙小蝶她是不是 有一个孩子 快说 不认识孙小蝶 她感觉在烧尾上 你要想要 来吧 在这儿 这儿给你 她快要注意 你现在看 她快要帮她 你自己把她觉得 老太太 老太太 保密居住 你不全都是坏人 不全是坏人 这人都是坏人 哥 这可麻烦了 看来他们不太配合我们的工作 孙小蝶的孩子一定是在这附近的哪户人家里 你从今天开始 就在这儿守着 我守着 是 那你得守多久啊 刚才你们搜的时候也看见了 孙小蝶有很多东西没有带走 他一定会再回来一次 收到他回来为止 那照这么说 我从现在开始一步都不能离开来是不是 废话 那我吃饭怎么办呀 我自己想办法 自己解决 行了 万哥 走吧 我去 娘娘 快出来了 坏人走了 乖乖 出来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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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在这儿呢 啊 坏人不敢再来了啊 不怕啊 乖乖 来 妈 您好点呗 哎呀 您可来了 真是急死我了 妈 您说您这事至于吧 您发那么大火 哎呀 您别说这个了 后来怎么着了啊 那个共产党 能怎么着啊 跑了 给您这么一闹 我 跑跑了呗 对 这天下肯定 哎呀 行了 别作孽了 少做点坏事 妈 您又来了 走吧 走吧 回家 妈 您慢点啊 赶紧躺会儿吧 没事 来 来 帮您看一会儿 来 您陪妈啊 我走了 哎呀 您干什么去啊 我还有工作呢 您就不能留下来陪陪我呀 妈都这样了 您还上哪儿去啊 哎 你说我也这样 是我照顾妈呀 还是妈照顾我呀 你要这样 那我把张婶儿 叫回来得了 行吧 行吧 二位 那我今天不上班了 好吧 姑奶奶 您也休息吧 妈 那您先躺会儿 妈 我给您倒杯水去 我去哪儿 一会儿 你先躺下来 小小区 我去哪儿 我们一起去哪儿 什么art 这里 但什么呀 我都在这儿 你还是在这儿 我们把这儿 功劳 可比林孝成大多了 怎么样 没人盯着你吧 没有 吃饭吧 不吃了 我就等着你回来的 我得去帮你把牛牛挤过来 吃两口再走吧 去她晚了不好 你告诉我 如果牛牛不在家的话 她会去哪儿 在李婆婆家 牛牛只喜欢在那里 就在我家对面 我知道了 李婆婆也没见过我呀 你就跟她说你叫赵峰 我跟她说起过你 你说我干什么 说你是怪物呗 对了 你把这个镯子戴上 牛牛认识这个 她看见了 就会跟你走的 你放心吧 你小心点 你来看 你没见过 真聪明 您又猜准了 真乖 真乖 干吗您 老妈妈 有吃的吗 没有没有 那儿不是有吗 我吃点怎么了 我吃了都不吃了 西饭呢 有西饭吃就不错了 行吧 有菜吗 菜 西饭都吃不起 还有菜呀 你吃不吃 你不吃辣的 不不不 我吃 我吃 那给点严肃可以了吧 没有 桑友 没错 就这儿 屋里灯亮 应该有人在 处长说抓活子 都聪明的 去 三哥 没有啊 没有 三哥 都看过了 灯都没关 肯定没跑远 分散埋骨 等着 走 什么人啊 三哥 抓住了 抓住了 是个男的 就是赵峰 今儿能领 赏钱了 谁是赵峰啊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听着可不像共产党啊 三哥 他招了 他说他是共产党 谁是招了 谁是共产党啊 你们看看老子是谁 我认识你 你是林孝成的人 我也认识你 不就是王新民的狗腿子吗 给老子松开 你干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说你们都是王新民的狗腿子 怎么了 没什么 我是奉命来抓共产党的 别的什么也看不见 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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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一桌气勺是不是 走 你每天让我沉着露了 我都要走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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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谁啊 您是李老太太吗 是啊 您是 我叫赵峰 小的应该跟您说过 他有事来不了 让我帮他来接牛牛 好的 快进来 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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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根 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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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到此里 揍你 MR 这想的倒是挺细的 可是你这么做 你让我怎么去见你 低底下死去的父亲呢 妈 我早想好了 老叔 我亲自去向他老人家请罪 孩子 共产党给你什么好处了 你连爹妈都不要了 去接 师傅 报告市长 不好了 徐副官给保密纸人抓走了 什么 行 我马上过去 谁的电话呀 妈 我出底的 你这慌里慌张的怎么了这是 出了点事 出什么事 都跟我被抓 谁抓的 李孝成 妈你放心 这事我会办 哎呦 这可怎么好 你就是说 我刚管完他们家的那点破事 不服气咱们 啊 好吗 这都冻到咱们头上来了 你给那个魏正邦打掉吧 啊 他要是管不了他那女婿 我去管 去打 我让你打你就打 打 魏正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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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你听好了啊 我不管你是司令还是不是司令 你得明白 你得明白我为什么给你打电话 我听说你那个宝贝女婿把我的外甥给抓了 哎 你要不要我亲自去找找你那宝贝女婿 谈谈的 哎 你 你上哪儿去啊 回来干吗 徐副官 你好 我是真的不想动你 可是你我心里都清楚 你就是共党 我承认 现在外面 有很多人想方设法要救你 但是我不能放你 我现在要是把你放了 我以后就没法混了 我告诉你 我既然敢抓你 我就可以保证把你的嘴巴撬开 只是 我不想让你受苦 我们大家互相体谅 好吗 你们全让我找什么 这第一件事 赵悟峰肯定是找过牛市长 我想知道牛市长是怎么会信他 这个我不知道 他们谈话都是关着门 我怎么都听得到 再说了 他们就是卖几个古董 我打听这个干什么呀 我说了吧 我说了吧 我就是想赚赵峰一点手续费 你很不配合 那我换一个问题 参谋长是怎么死的 参谋长通共 被王清明打死的 这个 你就不用问我了吧 徐副官 等于说这两件事情 你一件事情都不告诉我 你这是在逼我 看来 咱们只能换一种方式了 我可以清楚地告诉你 你心里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灵 你的姨妈呀 表哥呀 他们救不了你 这件事情上面已经知道了 你好好地想一想 我已经说过了 我说的都是实话 把门过去 哎 这林孝成也太无法无天了 我明天就带人到保密局 把徐副官给抢回来 他没有抓错人 啊 他毕竟德光是我表弟啊 我现在就问你一句 刀已经架在脖子上 如果我反了 你们怎么办 市长 我们跟您这么多年了 只要您反了 我们绝功二化 跟您走 好 跟那个兄弟打个招呼 让他们准备一下 明天到这儿来开个会 到处看德光什么情况 再做节点 是 我马上去吧 站长 怎么样 不开口 动醒了 动了 什么程度 晕过去了没什么大碍 身上看不出伤痕了 就是说 动醒了他还是没说 现在怎么办呢 就这样把人送回军部吗 我告诉你 刚才那老丈人还来电话了 说明天一大早 他就来领人 那个徐副官 你是不是真的做事了 这个徐副官他肯定是 我盯着他很长时间 他在几个手下 被吴参谋长抓过 正要有结果的时候 吴参谋长死了 前一阶段 他跟一个神秘人 接触得很频繁 我正准备下手 神秘人没了 肯定是 就是没有绝对的证据 那我就知道了 你先回去 稳住你的老丈人 其他的事情 我来处理 展长 去吧 我现在就去 去吧 找几个人过来 对 把东西带上 去吧 林队长 王处长 够忙的呀 这又是要去哪儿啊 出去一趟啊 我给你送来了一个人 阿贵 哥 怎么让人打成这样呢 谁打的 不是帮兔崽子 我都名身份了 他们还打我 王群民怎么回事 哦 我们是在共党的藏身之处 把他给找出来的 开始我们不知道 他是你的人 神国之后才知道 他原来 是你林队长的兄弟 这不 就给你送过来了 王群民 怎么放屁 老子早就说是 保密局的人了 你们那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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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干儿 他也认识我呢他 怎么装傻 误会 多事误会 我知道 咱们都想到一起去 咱们都想去抓 那个孙小爹 结果我呢 就把他给抓过来了 你真厉害 你真厉害 阿贵 能撑住我吗 回去歇着吧 王群民 你真厉害 站着 徐副官人呢 在里头呢 他招了吗 我嘴巴都说干了 他也没招 好 行了 这儿没你的事了 你走吧 可是我们队长 让我在这儿盯着 这是命令 是 桂姨 我爸在吗 在 孝成啊 怎么了 你别进去了 你爸正发脾气呢 说什么人都不见 特别是你 我知道他在生我的气 我也是没办法 他正在气头上 你别招他了 让他消消气 有什么事啊 你明天去警备司令部找他说 公事就在公家的地方说嘛 行吧 喂 嫂子 我是阿福 那个队长在家吧 不在啊 怎么了 那他去哪儿了 我哪知道他去哪儿了 我这还等了他一天呢 不 那个那个 不是那个嫂子 我找队长有急事 麻 麻烦你一定告诉他 回来之后 赶紧给我回 回电话 我就在电话旁等 等 等着呢 知道了 你们什么事都重要 谁理你 妈 哎呦 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啊 局里一堆事呢 一堆事你也打个电话回家啊 我们俩多担心啊 局里没什么事吧 你饿了我给你做点吃的 不用了妈 我累了 我早点睡明儿早上还早起呢 全世界救赎他们吗 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呀 你等会儿我 我来 我擦领啊 我擦领 你好 起来啦 吃点东西吧 我来 妞妞呢 她昨天睡得晚 可能还在睡呀 这次真是拖累你们了 害得你连工作都丢了 我早就不想干了 要不是为了拗拗 我才不愿意 站在这种地方 一直都没问过你 你以前是干吗的 我以前是护士 难怪你伤口包扎得这么好呢 等过了这两天风头我就离开 不能总让你们这么担惊说怕的 吃吧 你别闹 我这么大一人还让你喂 你手受伤了 扯什么能啊 这点小伤对我们当兵的来说 根本应该怎么了 你不是手不方便吗 来 还给我自己打个 共产党都像你这样吗 什么样啊 就你这样呗 我什么样啊 不过我是在部队长大的 身边我好多人都跟我差不多 以前我老听人说 共产党就是强盗土匪 胡说八道 你看我像吗 那都是国民党宣传的 你可千万别信 以前我信 但是认识你以后我不信了 这就对了 快点 粥都凉了 来了 对了 昨天你们局里来电话了 你怎么不告诉我啊 你多晚才回来 我怎么告诉你啊 谁来电话了 阿福 不是把人家给抓了啊 来了以后这种事情 你必须马上告诉我 你又去哪儿啊 你还没吃早饭呢 进来 司令 林队长来了 请 爸 嗯 我想跟你解释 一下牛市长的事情 你说 我真的不是找牛市长的茬 我是要抓赵峰 我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发现 他跟牛市长的副官 走得非常近 这个副官脱不了嫌疑 我正常地把他带回去问问 我确实没有别的意思 就算徐副官真的有问题 也是我们军队的事 你们保力局 也不至于直接把人给弄死吧 徐副官死了吗 早晨才来的电话 说你刚刚审完了不到一个小时 人就死了 你们到底对他干什么 爸我是真的不知道 他已经死了 我答应您 我现在就回局里 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 一定给您一个说法 你们俩告诉我 徐副官是怎么死的 徐副官死了 哥 徐副官怎么死的 废话 我知道他怎么死的 我还问你吗 我不是让你盯着他的吗 哥 咱把事给理顺了啊 一开始是你让我看着徐副官的 后来呢 战长来了 战长来了 他让我走 他不让我看着 然后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 嫂子说你不在家 然后我就跟嫂子说 我哥回来之后 马上让他给我回电话 我有重事要跟他说 我就在电话旁等着 我后一晚着呢 你不结巴了 我这不急的吗 你傻呀 这徐副官一一死 咱们有责任的 你是说 战长后来进了审讯室 是 是啊 这个审讯室的大门 我是无法靠近的 里面发生什么情况 我这根本就不 不知道 要不是您说 我还不知道 徐副官死了呢 哥 是不是战长下的手啊 没证据你别给我瞎猜 不不不 你听啊 我给你分析一下 这牛市长 是徐副官的表哥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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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你自己 你都被人打成这个样子了 你还跟我分析 你丢人不丢人呢 哎呀 哥 那不怨我呀 他们几十个人 把我捂在屋子里头 我这一身本身使不出去 我冲不出来啊 我放屁吧你 几十号人围着你打 如果要几十号人 围着你打的话 我现在给你烧香呢 我告诉你 福洁吧 请你注意对我说话的方式 行了 行了 你们俩 去那边的房子 好好给我反省反省 一个人写一份检查给我 哥 我都挨打了 我还写检讨啊 是啊 哥 我们做错什么了 你们做错什么了 你们做对什么了 出去 站长 我想说一下那个副官的事情 小成 我正要跟你说这件事呢 不错 昨天的任务完成得不错 我正在看你的审讯报告 我昨天没有写报告 你看看 我要让牛市长压口无言 事情跟你预料得完全一样 那个徐副官本来就是共产党 牛市长也确实要反 据副官交代 他跟这个赵峰已经接触两个多月了 没错 这就是你的前名 站长 这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你心里很清楚 口供我已经帮你办好了 至于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你应该明白怎么做好 这个人我不能留活口 否则的话军部那边会有乱子 你让手底的人把这件事情扛了吧 站长 这么大一件事情 说是我手下干的恐怕很难令人信服 那个王新民昨天不是来过吗 会不会他趁咱们不注意呢 他不是跟你不对付吗 我明白您的意思 站长 这种事情 您以后大可以跟我直接说 好 那现在咱们就一步做二步休 既然有了口供 你现在马上去抓牛市长 是 房贵 让所有的人集合 带上家伙跟我走 好 快快快快 都都集合 站住 放开 放开 好 进来 牛市长 人都到齐了 就等你们去开会吧 好 走 好 牛市长 林队长 兴师动众的 有事 想请您去一趟保密局 配合调查 配合调查 天队长真会开玩笑 调查我吧 瞒不过您 例行公事没有办法 牛市长 委屈你了 像这事闹得挺大 陈战长都出面了 以你牛市长这样的身份 我怕小辈挣不住你 算了 别废话了 开门见识 口供我看了 这不可能是我表弟说的 他人呢 我要见他 这个恐怕难了点 陈镇长 我都进来了 你还跟我打什么官腔啊 牛市长可能还不知道 您的表弟已经被共产党 安排在我们内部的奸细 给杀害了 你说什么 奸细 我跟你说 你们这样草菅人命 早晚得听收的 收的时候再说吧 我们现在还是来谈谈 你的问题 我没什么问题 干什么呀 队长 你岳父来了 医疗之重 你去应付一下 我来想办法 好 牛市长 对不住 先委屈你一下了 开门 有事长吗 在里面 带我进去 好 司令 你在外边等着 是 李川 他们没把你怎么样了 司令你放心 这帮王八蛋 不敢把我怎么样 我就是担心我母亲 老太太 有我照顾着 那我就放心了 我不想办法 把你弄出去的 恐怕不那么容易 他们把德光给弄死了 我绝饶不了他们 别说气话 那帮王八蛋 巴不得我们有把柄 抓在他们手里 等国能落到今天 都是自己人在窝里斗 自毁长城 你放心 有我在这儿 他们不敢动你 包括我那个女婿 行啊 小城 越来越会做事 我的人 连个招呼都不打 就给抓进来了 爸 您误会了 这都是陈战长的意思 我就是没有来得及通知您 你是来不及通知我 还是怕通知了我 我好让牛市长跑 我是真没来得及 我问你 当初我让你进保密局 没继续司令部 是什么目的 您的目的是 把我先放到别的部门 锻炼一下 让你端端的翅膀硬了 好得还对付我是吧 爸 我没有 陈不动呢 他不在 躲我是吧 爸 您看这样行不行 他一回来 我立刻让他打电话给您 小城 你记住了 别做胳膊肘 往外拐的事 明白 什么 我是听说的 要是问一下稍微周围的人吧 别赶紧给卫生帮他带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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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老太太 小城不在家 是吗 你好好地管管你儿子 你臭死了 气死我了 老太太 姑爷回来了 张婶 你怎么回来了 是小姐叫我回来的 她说您特别的忙 完了那老太太身体又特别不好 所以呢 我就回来了 我看到那让我心里特别难受 我回来就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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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你赶紧歇着吧 不用了 不用了 我自己来 妈 你还没睡呢 我正找你呢 怎么了 你说你们办的这些好事 刚才牛老太太给我来电话了 她知道你们把她儿子抓起来 这一通把我给骂了 今天下午 兰兰她爸爸也找我 给我施压 我这也没办法嘛 那牛老太太可说了 你们要不放她儿子 她就打上门来 快把她儿子放她吧 妈 这事太复杂了 您就别管了 有什么复杂的 牛市长一家人都是好人 你们可不能冤枉好人 话虽然是这么说 可是现在这个牛市长的嫌疑 非常大 我想放也放不了啊 您就别添乱了 小城 那你们要是不放牛市长 我还能跟牛老太太接触吗 行啊 您正好去陪陪她 安抚一下的 好 蓝蓝蓝 你怎么把张婶又叫回来了 怎么了 不行吗 你天天在外头忙 妈也不管我 什么事也不干 怎么的 让我一孕妇自己做饭吃是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做决定之前 问一下我商量一下行吗 家外面的事你做主 家里头的事我做主 我不干涉你 你也别干涉我 请 老太太 老太太身体不大好 请注意 她走了 老太太 您这是怎么了 你真是生了一个好儿子 老太太 我这不是登门来 给您谢罪来了吗 他们闹他们的 可别影响 咱们老姐妹的感情 那我还得谢谢你 恭维我这老太婆 小诚说了 这也就是例行检查 要是没什么事啊 就把人放出来了 再说了 现在共产党都 濒临城下了 上面啊 不会让他们内讧的 例行检查 你看这帮犊子 什么事做不出来啊 连我的外甥都说成 是共产党 你说什么变不出来 怪不得他们 把牛市长给抓起来了 老太太 您看现在局势多乱呢 我劝您啊 还是早做打算吧 什么打算呢 它就是共产党来了 能把我老太婆 能怎么的 是 他们是不能把您怎么样 可是牛市长在里边 不是受罪吗 是啊 不管怎么的 也得把我的儿子 让他未穿先救出来 牛市长现在被谱了 牛老太太的情绪非常波动 他孙子的亲笔信拿都没有啊 找个时机咱们得亮地牌了 在上级那儿 我尽快拿到手 你千万要注意安全啊 万一牛老太太 要是国民党的顽固分子 不就暴露了吗 我明白 这台分寸 我会把握 赵峰怎么样了